时刻关注着她的动态,制造无数次的遭遇,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对她好,我对所有人都很好,当时两年多没见面了, 我在地铁上她在刚下地铁,人群那么多人,从地铁玻璃穿过,我一眼就看见她了,我相信爱情,只是不太相信它会发生在我身上,千万别暗恋,喜欢就上,睡了什么都好说,是最遥不可及的存在,是最出手不及的星辰,也是最爱而不得的人,喜欢一个人, 却不能说,就算有时候兄弟,去给她开玩笑自己都说没有,会想起来真的好笑又心酸,暗恋的人总有一种能在人群中一眼望到她的能力,明明知道不可能,却忘不掉,放不下,明知道没有结果, 我却还是想拉着她陪她走上一段路,或是近视野,她开车从我面前驶过,我总是能特别清楚地看见她的脸,也可能是还爱她,只是不在一起了,听到她可以走拉上室友,出去给她买凉茶,她问故意买的吗? 我脱口就说没有,顺便而已,每天偷偷看,她朋友圈看她有没有更新,好想知道她在干嘛,跟谁在一起,但还没有勇气去问,你开心的时候,哎,你的开心不是因我而起,你不开心的时候,哎,你怎么不开心了呢? 她和我说一句话,我都已经想好未来孩子的名字了,为了她一张照片,偷偷跑到教务处,把她当案里的二侧交扣了下来,当时高一,现在我大二,那张照片还在,想见的时候,总是及时地出现,真见鬼了,中午在食堂吃饭,有人特别多,我总是可以一眼看见她,是一个人从始至终的表演,自己的遗憾, 与她有关,经过时假装不在意,看不到了又慌忙地搜索她的背影,她冲我笑整个世界都甜了,名字可以忘记,样子可以忘记,但她的眼神,这辈子都忘不了,总是会不自觉地描向她做的地方,每天说说话就感觉很开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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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